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拉术是一種古老的塑膠技術 起源於烏枝撇黑 根據最新的科學研究 克拉術至少有3,500年的歷史 是世界其中之一種最古老的任務術 國際克拉術總會以安全的率交比賽 作為克拉術的特色 在2018年第18屆 亞加達亞運會上 克拉術第一次成為亞運會的 正式比賽項目 令更多人認識到這項運動 在過去20年 克拉術在亞運會的發展蓬勃 自2002年韓國釜山亞運開始 克拉術連續四屆都是亞運的表演項目 到2018年更加成為正式項目 而在2026至2034年的三屆亞運 克拉術也已經獲得正式項目的資格 克拉術在香港的發展也不錯 中國香港克拉術總會在2018年成立 一直舉辦和組織初級自進階的 克拉術訓練班課程、賽事和各種活動 合資格學員更加可以參加 國際克拉術比賽、國際教練及裁判研討會等 總會自成立以來 幾乎每年都有派出代表隊參加不同比賽 部分包括 2018年10月韓國釜山沙灘克拉術國際錦標賽 2019年7月韓國中洲世界武術大師賽 2022年印度克拉術世界錦標賽 2023年4月韓州亞洲克拉術錦標賽 亞運輸選賽及世界克拉術大獎賽 WSP 成績方面 在2021年9月 港隊在韓國世界武術大師網上比賽混合組別 獲得銅牌 而2022年9月在同樣賽事中 香港女子組亦獲得銅牌 認識克拉術必須由他的文化和歷史講起 克拉術是烏茲比特的國技 烏茲比特人會在他人生重要的大事上 例如成人禮或婚禮 舉辦一場大型而隆重的克拉術比賽 烏茲比特人在他很小的時候 已經學習克拉術 在大時大節不諒在任何場合 即使在草原上 他都會積職以克拉術互相較量 他們視之為交際聯誼的活動 克拉術的服裝承載了烏茲別黑的文化 克拉術的道服叫做Yag Tak 雙方選手分別穿著藍色和綠色的Yag Tak 白色長褲、紅色腰帶 Yag Tak是棉積品或類似質料所製作 不可以太厚或太硬 令對手難以抓取 如果選手束長髮便必須綑綁頭髮 女性選手在道服內必須穿著純白色襯衣 以確保宜容端莊得體 至於沙灘克拉術賽事 道服亦是藍色和綠色 但衣服長度應該在手肘以下10厘米 白色短褲長度應該在膝蓋以下10厘米 克拉術比賽場地叫做Gilliams 比賽會在席上進行 比賽場地的標準面積是 最少14平方米至最大的16平方米 遮蓋的要求是4至5厘米厚 作賽區域最少要在8平方米至10平方米 正方形區域中進行 兩邊設有3米的安全地帶 瑰拉術健庭的步驟 是一具站立的島嶼技術 在示範他媽媽裏的前置 我們現在先開始軟身 1 根據國際黑拉術總會發表的 IKA eimarrush, 教學搜冊 黑拉術技術可分為7個組別 一共有56個技術 359種變化 接下來會示範其中4種常用基本技術 讓大家認識 單邊技術 單邊掃腰 腰擱彈 掃足技 用家擱力 腰技 掃腰技 足技 一致肌擱力 掃腰技 下一集我們會介紹 黑拉術的玩法和規則 我們也會解釋黑拉術的術語 下集見